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芝麻人生的频道,每个人都有自己分享人生故事的方法,而这次我要和大家介绍的创作人是新生代中国民谣歌手宋冬野 如同我们刚刚听到的前奏,他最擅长的就是用音乐为伟道来的说故事宋冬野出生于1987年11月10日,北京海淀区,是一个80年代后的老灵魂 初二的时候 胖胖体型和低吻的声音是他的招牌,因为声音与外形,总被人物认为已过而历之年 他开始接触音乐是因为初二的时候,他喜欢上了一个女孩,女孩说喜欢吉他,他便开始为了追求女孩迈向自己的吉他之路 第一把吉他是他用148块钱买的,但他的父母一直反对,不让他淡,他提着琴就走,一个礼拜不回家 后来,女孩没追到,但吉他却也放不下了 也就是因为当时的坚持才有今天那么多快智人口歌曲的宋冬野吧 高中时就开始写歌的宋冬野,由于一个特殊的机缘开始进行民谣创作 大学时正式开始民谣创作 自歌曲创作开始,坚持原创新民谣,于2009年在豆瓣制作独立音乐,并以其作品 抓住那个胖子,年年,佛祖在一号线,黑,酷刹儿,等歌曲在网路上受到关注 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看抓住那个胖子吧 胖子的心都是细腻的,当你喝醉了需要别人陪你回家的时候 胖子的心都是温柔的,当你需要爱的时候 接下来这首也是他在2009年发布 于豆瓣的创作民谣佛祖一号线 上班下班你就坐地铁 坐地铁你就要坐一号线 佛祖就住在一号线 想见到他你就坐地铁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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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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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2011年是民谣星期年 宋东也创作了许多作品 如《莉莉安》、《安和乔》、《斑马斑马》 相信大家也多少有听过《莉莉安》这首歌吧 无论是宋东也原唱或是徐佳莹 在歌唱节目中的翻唱版本 都十分动人好听 带给人们不一样的感觉 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他的原唱版吧 一场很远的地方 有一片海滩 孤独的人他就在海上 乘着船船 如果你看到他 回到海岸 就请你告诉他你的名字 我的名字 怕有版权问题 莉莉安先放到这里了 有喜欢在自己去找来听哦 2012年5月 宋东也写出 董小姐 豆瓣播放达到70万次 一夜成名 同年与摩登天空签约 发行原创单区 董小姐 收录在2012年12月发行的 摩登天空期中 2013年8月 宋东也首张个人专辑 安和乔北 正式发行 凭借专辑 安和乔北 得了鲁迅文化奖 这个奖含金量很重 说明了宋东也已经被主流所认同 2014能说是宋东也事业的本命年 尽管一曲 董小姐 爆红也要归功于选秀翻唱 但个人魅力终于还是大于翻唱着 歌曲主要收录在专辑 安和乔北 目前依序有单曲产出 每每都能掀起话题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听她最为人 熟知的歌曲董小姐吧 董小姐 你从没忘记你的微笑 就算你和我一样 渴望着衰老 董小姐 董小姐 你嘴角向下的时候很美 就像安和乔下清澈的水 董小姐 董小姐 我也是个复杂的动物 嘴上一句带过 心里却一直重复 董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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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老的夜晚 时间匆匆 陌生的人 请给我一直拦住 2016年8月9日 宋东也与演员赵小璐女友登记结婚 可惜新婚两个月后 也就是2016年10月14日1点45分 摩登天空在其公司官方微博发表公开声明表示 宋东也确认西十大麻被审查 可能面临行政处罚 摩登天空对此表示深感痛心 作为宋东也的经济公司 摩登天空代表宋东也向社会公众真诚致歉 之后宋东也坦诚错误并表示 吸毒是为了得到灵感所谓 对大众做出错误的示范而致歉 2017年5月单区 郭元朝正式上线 可能是因为吸毒风波的原因 热度不及上一张专辑的歌曲 但我认为依然是一首值得听听看的歌曲 让我们听听看吧 你我都一样 将被遗忘过元朝 你的病也和我的一样 风月难扯 离合不扫 曾楼 终究 无少年 自由 早晚乱与首 你我 尽管有西石毒品的前科 2018年6月23日 依然凭 郭元朝 让我们反复 咀嚼歌词 他是个有故事的人 才能写出如此有音乐性的故事 未来我也会继续期待他的作品 他的故事 他的人生 他是用音乐说故事的说书人 他是 宋冬野 以上是我今天所分享的人物 他的故事 他的生活 喜欢的话 请帮我订阅 按赞 分享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 你最喜欢宋冬野的哪一首歌曲 哪一种风格的音乐 喜欢的民谣歌曲 或是之后 你希望能看到谁的故事 都非常欢迎留言给我 我会很开心的 未来也会陆续和大家说说 这个频道主要会发布的影片方向 我们会朝多样的主题前进 以上是我这周所分享的影片 谢谢大家